我都暗自发誓 我永远不要再去台北这个地方 我真的是来 我很抗拒台北这个地方 我已经有阴阴 去了台中过后 我以为还是会遭遇着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去了台中 你可以感受到那边的气氛啊 人与人之间啊 整个城市啊 你就可以感受到 完全的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大棒子一叶 所以欢迎收看今天的大棒讲故事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 是最近发生的一个故事 不可以讲这个是一个故事 更多来讲 这个是一个体验啦 如果有关注我的人 你们都知道 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就有去台湾旅行啦 然后我确实对这个旅行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也有很多不同的体验啦 就这个旅行给我的impact蛮大的 就让我一些有很多刻板印象的东西 都被消灭掉去了 就这个地方让我觉得 跟我想象中的很不一样 我先打一个预防针啦 如果今天这部影片 是你第一部看到我的影片 你不要生气也不要走心 因为这个频道讲话 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start的啦 虽然讲有时候我的语气会比较怪兰一点 可是听一个人讲话绝对不是听语气 ok是听内容的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消化下来的 我单纯就是以一个旅客的心情 ok去那边旅行七天了 过后看到什么好 看到什么坏 看到什么问题 我就是通通在这个影片 讲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了 所以在故事开始之前 台湾这个地方 我自己本身就有去过了 可是当时我去的时候 也是我的父母带我去的 基本上所有的行程都是我的父母包办的 我自己本身就是我的父母带我去哪里 我就跟到哪里去吧 所以对于我上次去台湾这个地方的那个印象叻 我自己本身没有很深刻的印象 我唯一能记得的东西就是 台湾的人就是很热情 简单来讲一句话 就是一个人情味满满的一个地方 再加上近几年的网络叻 其实有很多YouTuber还是网红啊 都会一直讲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再加上去台湾之前叻 我有去过日本 对于日本这个地方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地方 可是对于我来讲 人情味还是这个国家里面 最需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这次选去台湾旅行 就是为了体验这个人情味 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期望太高 还是我的刻板印象太重 每个人讲台湾很好 我也觉得很好 可是我去到那边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没有我想象中的这样好 台湾的市井 哇哦哦哦哦哦哦 其实当我们一下飞机过海关了 过后一出去外面看到台湾的整个城市的样貌的时候叻 我其实会发现到 OK眼前不管是车辆啊还是建筑物啊 就整个东西整个画面好像上了一个filter的样子 就那种很复古的filter你懂吗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那种店面的那些看板啊 那些他们的招牌就很吐出来这样的感觉 然后最印象深刻的东西就是叻 他们的那个建筑物跟建筑物之间哦 他们的那个反差很大 你基本上走在一个街上 有时你会看到 诶这个建筑物很美哦 可是隔壁那个黑到鬼这样 然后有些还生青台这样子 就 它会有一只这样子的一个反差感 然后那个招牌也是很乱乱这样的感觉 然后又车水马龙这样子 反而我去到台湾的第一印象 我会觉得这边很像是我认知上面的一个香港这样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知道啊 日本跟台湾这个是有一些历史的关系这样子的 所以你会在台湾上面的一些城市规模啊 城市设计上面啊 你都会隐隐约约看到日本的影子这样子的啊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最近还去过日本 所以我就更加有那个贴切感 就可能看到某些街景啊 我会觉得 诶这个地方好像很像日本这样的感觉 就它很像日本 可是可能就像一个50%这样的感觉啦 或者更低啦 我觉得 所以讲到街景 讲到街道 讲到城市规划的话 OK 我们要讲的东西就是关于交通这个问题啦 台湾的交通 哦哦哦哦哦哦 台湾的交通呢 我可以讲是 最fucked up 最完蛋的一个点啊 我自己本身去啊 这个旅行七天啦 OK 我觉得台湾的交通真的是 来 我真的没有话讲 OK 真的是 地狱 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过很多那种台湾的新闻啊 还是那种台湾的那种名嘴的节目 还是一些台湾的YouTuber都会讲台湾的交通 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 是什么啊 步行者的地狱这样的感觉啦 短短七天吧 我就感受到 走在台湾的街上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 等一下讲恐怖呢 我这边就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刚才讲过我去过日本 OK 日本这个国家呢 他们有一个来 意思就是叫做步行者天国 简单来讲 步行者天国这个东西呢 就是给那些来 我们走路的人哦 都可以在马路上面随意通行 然后我们只需要走路 我们就可以去到任何的地方 那样的感觉 也不会因为我们走在马路上面 我们会有那些安全的问题啦 可能他们会把街道上面的斑马线啊 画到很大啊 大到比那些车走的路更加大那样的感觉 OK 他们就会做很多人心道 给我们那些普通人走路的 可以走得很顺畅 然后过后也不会担心 有没有车会撞过来这样的感觉 然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意思 就是讲 如果今天我驾车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走过的话 我会让他 就是人在马路上面是最大的一个存在 所以不管是什么交通工具 看到人走在街上的话 都要马上stop下来给他走先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所谓他们的步行者天国 然后台湾的这个交通咧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跟这个步行者天国有相似度 可是他们的相似度 就只是看起来很像罢了 可是实行起来 我觉得完完全全没有实行到日本这样的概念 OK 可能讲你实行到日本的一个六七十巴仙 都算蛮厉害了 可是我觉得真的连五十巴仙都不到 我觉得是不及格的啦 因为日本那样子他们有一个人心道 他们的人心道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走在街上的话 我们也不会害怕有车会撞过来这样的感觉 可是台湾的 OK 台湾呢基本上它的人心道咧 就是车走的一个马路 可能它隔壁拿一个20cm那样子 隔一条线出来 那个就是你走路的地方那样的感觉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在马来西亚走在马路上面 只是你的马路有隔一个20cm给你走这样的感觉 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个等于零的概念 你还是跟车走在同一个马路上面 然后隔一个车也是随时随地 它一不小心它就可以马上撞到你的身上去的 然后再加上更离谱的就是叻 OK 可能隔了一个20cm的那个人心道出来给你了 过后那些摩托有些还是会走在那个人心道上面的 所以你走在那个人心道上面基本上你就是 你懂吗 有时你还要让那个摩托走这样的概念 再加上尤其是台北 台北这个地方很多车的 所以我们走在那边的时候 我们都会很不安心 因为后面有可能会有车这样经过经过 或者是罗里这样经过 可能那个罗里不小心打滑一下子 我们就棉掉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不是硬硬找问题来讲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 如果要做你就做100%这样的感觉 就很像日本那样子 他们要做的话 他们就做最完善的一个东西 很像我们马来西亚那样子 我们基本上没有这种不行者天国的意思 我们在马来西亚还是需要驾车多一点 所以我们行人基本上都不会走在马路上面 所以对于我来讲这种不行者天国这个意思 就是你要做你就做到最好 你不要做你就完全不要做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到一半一半的话 你会导致很多所谓的安全隐患出来 再加上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地方就是 虽然讲它有斑马线 可是它没有红青灯 你明白是吗 尤其是台中这个地方 它有斑马线可是它没有红青灯 这种东西不是它一set给的 你明白是吗 就可能讲今天你给我一set的斑马线 你也是差不多就是看着大马路 那样子没有车的时候你直接跑过去 那个斑马线也是化爽的 因为都没有红青灯 所以基本上你也是跟着 在我们马来西亚那样子过马路 这样的概念一样的 只是你地上有斑马线 看起来好像很可疑 可是确实没有什么作用 你懂吗 所以对于我来讲这种 五色五色的东西 就是会弄到很多安全隐患在 我知道我一直拿其他国家来做比较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它的相似度在 所以你很难不去比较它 可是我绝对没有批评我只是觉得就是 这些东西是我当时旅行的时候看到的问题 台湾的食物 食物这个东西我基本上也不会讲到这样多 因为食物这种东西都是看人家胃口的 各花入各眼 再加上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我自己本身就承认我很有优越感 因为马来西亚基本上都是三大民族的国家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从小到大都吃过很多不同的 类型的食物那样子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对于食物这个东西 要求肯定会比较高一点 不然我其实听讲很多人就是在 诶 去过台湾的人就讲 诶 台湾的食物很好吃啊 台湾的食物真的是一级棒啊 可是对于我来讲我去到过 我觉得诶 台湾的食物其实 没有到很好 我就觉得中等罢了啦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是发觉到台湾的食物很多 都是比较煎炸类的 就可能鸡扒啊 严肃鸡啊 吉拿棒啊 大肠包小肠啊 都是那种比较热气的东西 虽然讲他们还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可是我基本上去夜市看到的东西都是重复性很大 我还是要讲一下啦 我最impressed的台湾食物 我最喜欢的东西就是 卤肉饭还有他们的珍珠奶茶 这两个东西都是来自台湾 你要难测都很难啦 我基本上是夸张到每一天我都可以吃卤肉饭 我每一天都可以喝一杯珍珠奶茶这样的感觉 你可能会讲马来西亚的卤肉饭不好吃咩 我跟你讲 台湾的卤肉饭不是跟我们同个standard的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米很好吃 它是那种珍珠米 再加上它的那个卤肉叻 不是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大块大块的感觉 它是比较幼的那种碎肉的感觉 所以每个东西就吃起来不会很腻 可是又很开胃的感觉 所以真的是台湾的卤肉饭 如果你们有去台湾的话 台湾卤肉饭一定要吃 台湾的人 我 好 这个也就是最大的一个点 最大的一个main point 我拍今天的这个影片 讲其他国家的人不好 我觉得这东西是有一点太以便盖全了 可是我不得不讲是因为 我这次的体验真的是蛮糟糕一下 在台湾这个地方 我去那边要体会人情味 可是我体验到很多 不应该要有的人情味 所以当时候我一下飞机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对于台湾这个地方 我最期待的东西就是跟他们的人沟通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讲过 我最近还去过日本 因为日本的语言不通的问题 我很难去跟当地人去讲话那样的感觉 反而我来到台湾了 然后我们可以用华语来讲话 我也更加有机会去认识到他们 然后知道他们平时的生活是怎样 然后他们的那些生活的文化 那些东西 我也更加容易可以用语言去互相了解 当时一下飞机的时候 在海关罢了 我就想要去体验 所谓台湾人的人情味 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下飞机 我们看到很多海关 我们就觉得那边的东西很乱 我们不知道要怎样进 所以我们当时就随便找一个工作人员 来问问一下 来体验一下台湾人的热情这样的感觉 就问他 诶怎样走 要走哪里这样的感觉 我们一讲完了过后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刚刚他跟他老婆吵架 还是他打游戏打连书几场 我不懂 总而言之就是他黏 戳到大便这样子 他看着我没有讲话 我就以为他没有听到我讲话 当时我就觉得 哇 干 不要这样子勒 我刚刚下飞机罢了 你不要给我这个美好的幻想破灭可以吗 所以我就问他多一次 然后我也不懂他在不爽什么灵 他整个人就很不耐烦那边 讲了一句话这样子 我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鬼东西 他就整个很不耐烦的 就这样子叫我过来这样子 叫我过来这样子 很大力量的感觉 就整个很不耐烦的 带我过去那个海关的地方这样子 which 那个海关的地方 就在他隔壁罢了 他就整个很大动作这样子 要拉我过来去那个地方 所以就 我自己本身不喜欢以偏概全 可是 你懂吗 因为很难去克制这种心理 我刚刚下飞机罢了 就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 你跟我讲我的心理肯定会难受的 再加上我抱有这样美妙的幻想 我的心肯定是碎到完 我肯定会黑化 就可能讲你今天一个完全没有对于台湾 没有任何印象的人 去台湾他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也很难去说服他 讲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碎 还是本身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更加希望是我自己碎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诶 我的心里面有一点疙瘩 然后你知道第二天 那时候我们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要去一个九份的地方 那个九份是一个老街这样的地方 我们必须要搭巴士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那时候搭巴士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熟悉那个SOP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在台湾搭巴士 所以台湾呢 巴士怎样停啊 他的站啊 怎样看啊 scan啊 要怎样scan啊 我们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是怎样操作的 当时就我跟我女朋友 还有两个朋友一起要上个巴士 所以当时因为我们第一次上巴士 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巴士是要scan 还是要给现钱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们上去的时候 因为我女朋友不懂是还没有睡醒 还是什么鬼 总的就是他上去的时候 他忘记scan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SOP 所以他就不敢走过那个scan的机 这样子的 然后当时哦 那个巴士司机就很激动了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遇过太多 那种坐霸王车的人 所以他看到这些举动 他就会很生气这样的感觉 或者就是我们的脸就长到像台湾人 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我们是本地人 要坑啊钱这样的 他就很生气的 在拍那个sofa那样子 拍大大力 喂喂 低那个卡 坐霸王车啊 低那个卡 低那个卡 这样的感觉 就很激动 你懂吗 我就觉得 哇干 因为我们前一天 我们的心情都很差了 可是第二天 又遇到这样子的事情 我知道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疏忽 可是 就我们也不是故意了嘛 你明白是吗 然后我就跟那个巴士之机讲 不好意思 我们是从马来西亚来 我们不知道这些行程要怎样弄 所以不好意思 这样的感觉 然后我们讲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 他就发现到 哦 原来我们是外国人 不知道 所以他就比他安静一点 这样的感觉了啦 然后你每天啊 真的 我不懂这是一个文化 是什么鬼啊 那个巴士老啊 每一天我们坐的 基本上每一层巴士 基本上有五十八千以上 你都一定可以看到 那个巴士之机 莫名其妙跟一个 乘客吵架的 就还没靠北来靠北去 然后用那种台湾腔 附近话还没骂的骂 啊你对啦 你是厉害啦 你真厉害啦 靠北啦 甘你娘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文化 还是什么鬼 还是巴士世纪讲话 就是这样大神 我也不知道 你就弄到 有时候我们在巴士上面的时候 忽然间那边吵架啊 那边大喊大叫 就弄到整个东西很 很噪 所以当时我就是真的觉得 哎呦 认识一个地方 绝对不要从别人的嘴巴去认识 也不要绝对从影片上去认识 亲自去体验 是最最 best 的一个体验来的 那时候我们也是遇过很多 所谓那种店员啊 还有一些路人啊 就 不知道咧 就很奇怪的那些店员 尤其是店员啦 有一些店员他们会 很有礼貌的跟你讲话 可是他们很有礼貌的跟你讲话哦 你可以感受到他的语气哦 是必不得已的礼貌 你明白是吗 就你可以感受到 台湾的店员哦 他们很像在模仿着 日本的店员的招待方式 可是他们又是那种 不甘不厌的感觉 你懂吗 还要有礼貌 可是他又不甘不厌 就弄到整个东西反差很大 你明白是吗 有一次我们去 去淡江中学附近这样子 淡江中学附近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看那个 不能说秘密周杰伦的那个 淡水海边这样吗 我们就去看那边的东西 我们就在那边拍照这样子 我绝对没有顶到任何人 OK 有一个Auntie哦 那时候我看到 有一个Auntie就坐这摩托 那边一直蹬我 用那种很 很不爽的眼睛那边一直蹬我 然后最大时候我就看到 哎呦 妈的 就是有种人 我就快点拍拍照 我就快点跑掉这样的感觉 然后基本上拍完照 跑掉了 过来 你就可以看到一个Auntie哦 我突然间就跟那个 前面那个司机吵架这样子 他就在那边讲 莫贵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哇靠 你怎么这样做事啊 哇我就不明白 你知道吗 整个东西很杂 你知道吗 一下子突然发生这样多东西 然后过那边大喊大叫 那边就靠北靠沫 就 整个东西就很乱水 你知道吗 所以当时我就很不爽 我就在我IG放了一个贴文 就讲 哎呦 我来了台北几天 台北这个东西 不是我想象中 我这样好 那样的感觉 然后那时候就有很多 台湾的观众 就来 你不要去台北 台北这个地方 根本是没有人情味的地方 你要去的话 你就去那些比较 甘榜的地方 那时候我就讲 这个整个旅行 我就去台北跟台中 我觉得我应该 体验不到什么人情味 所以那时去了台北 那四天过后 我们要去台中之前 我都暗自发誓 我永远 不要再去台北这个地方 我真的是 我很抗拒台北这个地方 我已经有阴阴了 因为发生到 太多事情 我一个影片讲不完 就很多事情 弄到我不喜欢台北这个地方 最后的三天 我们是去台中玩 这样子 去了台中过后 我以为还是会遭遇着 一样的东西 可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去了台中 你可以感受到那边的 气氛啊 人与人之间啊 整个城市啊 你都可以感受到 完全的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么差一个 马六甲跟吉隆坡的 一个距离 一个一个小时半的距离 为什么那个差别会这样大 台中就是一个比较 chill的地方啊 然后你不会看到 很多车走来走去啊 整个vibe就比较清新一点 没有像台北这样炸 这样的感觉 不管是那种 夜市安地啊 还是那种 还是那种卖东西的店员啊 基本上他们都会跟你 多聊两句这样的感觉 然后他们是发自内心的 喜欢跟你聊天这样的感觉 which 这个就是我最求的东西 所以那时候我一来到台中的时候 我就爱死台中了 ok 台中真的是很best 虽然讲他那边很少东西玩 没有像台北这样这样好逛 可是我觉得台中的整个vibe 整个给人家的感觉 会比较清新一点 没有这样有压力 你明白是吗 所以总的来说 虽然讲这个台北的旅行 没有我想象中的好 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 很大的问题都是出自于 我很随 或者就是台北这个地方 本身就没有很大的人情味 然后我去了这次台湾 我也发现到 为什么那些台湾人 会这样爱自己的国家 会很光荣 自己是一个台湾人 我也慢慢地发觉到这个点了啦 我自己本身 是有去了台湾的中正纪念馆 中正纪念馆 基本上就是一个博物馆 来纪念台湾的历史这样子的 我自己本身看了那些故事过 我其实蛮有动容的 ok 这个应该是我唯一 在台北最开心的时候 就是去了一个中正纪念馆 看到这些 台湾历史的一些故事 因为我自己本身 都是比他喜欢看历史的东西的 尤其是有一个叫 郑南荣的故事 ok 你们有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去google search一下他的故事啦 就他们这些人物啊 为这些国家争取一些东西啊 这些人物都是对我来讲 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魅力来的 我会喜欢台湾 有很大的原因 都是从这些历史的故事 喜欢起来的啦 就这些人的故事 这些人抗战的一些故事啊 也是台湾的一个很大的魅力来的 所以就希望大家不要这样认真 ok 看看就好 当成是一个听故事这样的感觉 ok 所以也希望 你们有一些台湾的朋友 还是台湾的观众啊 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们对于我讲的东西 有没有共鸣 还是你们觉得我讲的东西 就是woolshit ok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